第591集 天火神通 这活鱼惊是骇俗 骤然落下 直奔白鱼而去 火焰漫天 几乎将天地都映照得一片火红明亮 整个白鱼都震动起来 阵法更是全面展开 阻止活鱼降临 与此同时 在这深夜内 整个白鱼几乎所有人 都被这一幕惊动 纷纷走出 在看到这如同末世一般的 苍穹活鱼后 惊呼声哗然声 骤然爆发 这 这是什么 难道有嫡妻 天哪 居然下了活鱼 轰轰之声 喊动苍穹大地 那活鱼内的温度 无限的接近十二色火 此刻降临下 白家的阵法扭曲 全力展开中 一道道身影也从白家城池内飞出 骇然无比的看着这一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旗也在人群内 此刻心神震撼连连稀奇 还有蔡夫人也从阁楼内走出后 被眼前这一切弄得目瞪口呆 十二色火 这是十二色火 这 这怎么可能 天降多色火 还有白家各个之脉的天骄 此刻都一个个呼吸急促 静一不定 在这所有人神色大闭眼中 远远看去 整个白家 几乎都陷入到了火海内 而此刻 在白家城池外 白小川也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着白家的方向 清晰地看到 随着天空不断地下着火雨 白家已经被埋在了火海之中 这不怨我 我不是故意的 白小川有点心虚 头皮有些发麻 他不敢耽误 咬牙之下 向前一步走出 再次展开不死劲 趁着此刻白家打乱 回到了北区 就在白小川 回到北区的瞬间 白家的阵法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 如此多的火雨 眼看就要摇摇欲坠 就在这时突然的 一声声怒吼 从东区猛地传出 随着吼声的回荡 至少有七八道神影呼啸而出 这七八道神影刚一出现 元英修为就木然地爆发出来 正是白家的元英祖老 这七八人分别坐镇阵法的八方 全力支撑 使得那阵法慢慢地平稳下来 这一幕让白小川不由地咋舌 更紧张了 在这北区 他心惊肉跳地 看着那层阵法外的火海 愁眉苦脸 应该 没人知道是我干的吧 白小川 眼珠子转动 舔着嘴唇 心底也在发愁 他也没预料到 自己只是练个火而已 居然会这么恐怖 就在他这里 忐忑时 更是从东区内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衣着滑贵 相貌不怒自威 此刻阴沉无比 全身上下更是透出阵阵 身为上位者的威亚之意 修为元英中气的样子 很是不俗 随着走来 四周所有看到他的族人都神色变化 立刻低头摆见过族长 这中年男子正是白浩的父亲 白家这一代的族长 他抬头看着阵法外的苍穹 看着那依旧还在不断落下的活鱼 脸色更为的阴沉似水 他双唇微动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一声带着沧桑的冷横 直接从这白家城池的地底 猛地传出 这声音超越天雷 直接撼动了天空的云层 似语着天地在这一瞬间 融合在了一起 天然合一 天就是他 他就是天 大喊了一声散 只是一个字 苍穹轰鸣 那赤色的云层居然直接崩溃 轰鸣中化作了无数残云 好似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横扫抹去 很快的 苍穹的云层就消散开来 白小春在北区也听到了这个字 更是感受到一股强悍的神石 直接取代了天意一般 笼罩八方 这感觉让他瞬间汗毛松力 天然 这白小春一哆嗦 将自己的气息再次的隐藏了一下 而那活雨也如无根一样 渐渐少了 在整个白家的全部出动下 使得阵法之力全面开启 终于将那恐怖的祸害阻挡在外 没有将白家殃及 经以十二色火化作手段 来吸我白家 此事插下去 老夫倒要看看 这是谁的手笔 弟弟内 白家天然老祖的声音带着阴冷 更有一股霸道 目然回荡 白家城内 几乎所有人都心神震动 尤其是那些族人 更是目中露出狂热 全部跪拜下来 齐齐称逝 白旗也好 蔡夫人也罢 还有那些祖老都是这样 就算是那位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身色肃然 虽没有跪拜 可却抱拳向着大帝深深一拜 抬头时 他的面色很不好看 袖子一甩 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猛得传出 星唐 法唐 以及各位祖老 传我命令 发动全族之力 请查此事 这一夜 白家几乎所有人都无心休息 在白家几个祖老的带队下 形唐 以及法唐的所有人 都在彻查一切 先是从内部开始查 很快的 就查到了白小春之前所在的甲山 虽看出了那里是源头 可却找不出什么痕迹 但这彻查 依旧还在展开 尤其是队内 更为严格 白小春 心惊胆颤 知道自己这一次 闯祸不小 可以意想到这里 不是逆河宗 且白家对自己 徒儿的冷漠 与残骸后 他就觉得 自己似乎也没有做错什么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 白小春 甘咳了一声 在自己的屋舍内 很快的一夜过去 可这彻查之事 没有结束 直至持续了数日 白小春这里也被搜查过 最终整个白家一无所获后 此事成为了悬案 白小春知道 这段日子风头几 也不敢顶风炼火 不过在心中的推演 确实从来都没有结束 他不断的思索 自己失败的原因 居然会下天火 一定是什么地方 出现了问题 不过 这天火威力不小的样子 这还只是十二色火 若是达到了十五色火 那么 一旦降临火雨 这白家 估计也要灰飞烟灭 白小春 一方面对这天火心动 另一方面 则是发愁自己失败的原因 在屋舍内 在这不断的推演下 他分析了所有的可能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五天 他的面容有些憔悴 盐眶也略有凹险 脑海的推演 已到了极致 按道理来说 不可能会失败啊 而且之前的过程都很顺利 唯独是在最后 成火时失败 这很不对劲啊 偏偏 凝聚魂药可以成功 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呢 白小春 狠狠的一抓头 仔仔细细的 一步步详细的推演后 他在这一天上午 忽然身体轻轻一颤 猛的抬头 呼吸略有些急促 双眼露出精芒 难道 是我的分身 白小春想了所有 最终将最大的可能 锁定在了自己展开分身 与本尊一起去炼制十二色火上 如果原因出自分身 那么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我的分身是天人魂凝聚出来 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具体有什么神通之处 难道 真的是因为分身 白小春 越想越有可能 吃一之后 他索性留下了一具分身 本尊暗中离去 哪怕他知道 此刻风生紧 可若不去验证一下 他心头痒痒的像猫抓一样 为了验证这一切 是否与分身有关 白小春一路急迟 远远的离开了白家的势力范围 直至确定了无碍后 找到了一处深山 开始再次炼制十二色火 这一次 他没有动用分身之力 而是拼了全力 依靠自身 完全按照以往的步骤 尝试一番 虽过程中有些艰难 好几次 他都险些控制不住 可却不惜代价 吞下灵异 来使得自身的精力消耗 得以补充 更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这才在精疲力尽 甚至头脑都胀痛下 成功的将十二色火 从火海中 凝聚到了手心内 成火之后 白小春全身汗如雨下 兴奋的同时 更是大口喘着粗气 一切步骤 都与之前没丝毫去别 唯独 没有动用分身 协同炼火 如此看来 果然是因为分身 分身原为天人魂 如同以魂 来炼魂为火 所以才有天火一变 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白小春立刻激动起来 他目中冒光 咧开嘴 笑容满面 这么说来 我岂不是自创了一种 炼魂神通 天火神通 第五百九十二集 我不懂 我都不敢相信 我居然这么厉害 白小春激动无比 站起身时 虽因精力消耗太大 使得他头晕目涨 可那种振奋的情绪 却是强烈的很 我白小春 竟可以自创神通 这可是开山老祖 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 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这白小春扬天大笑 觉得自己 实在是太出色了 不由的陶醉起来 又想到 陈鹤天在长城上 放弃自己之事 白小春 立刻就觉得 失去了自己 是星空到集宗最大的损失 哼 总有一天 我要让陈鹤天 后悔当日的决定 让星空到集宗 也都后悔 白小春 抑住激动兴奋之情 排席坐下 恢复一番后 这才大摇大摆的走出去 准备回白家 归程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毕竟白小春 始终都将一具分身 留在白家北区 也就没有引起 什么可疑之处 数日后 周一星那边 也终于在李峰的配合下 购买到足够的煞魂钉 以及传送服务 那些煞魂钉 白小春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 这也是一种 他所不了解的冤魂的作用 且凝聚巨魂钉的魂 都很特殊 煞气极重 这些煞魂钉 白小春琢磨了下 觉得如果现在就去布置 时间长了布置的煞魂钉 有被人发现的风险 于是打算等进入祖地前再去布置 这样的话最为稳妥 在等待之余 白小春一方面琢磨十三色火的烈焰制 另一方面则是在北区的巫舍内 修行自己的不死成神功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一天黄昏 白小春正盘膝打足 冲击体内最后一些经脉 要将这不死长生功 第三层不死金彻底大成时 忽然的他神色一动 抬起头看向房门 在他灵石中 他清晰的察觉到 远处正有三道长虹 竟直奔自己这里而来 那三道长虹内 是三个中年男子 衣着黑色 在胸口位置秀着日欲 这种装扮 只有行堂之人才可穿着 三人的邻居 在这北区立刻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北区之人地位卑微 此刻一个个都很是害怕 鸦雀无声 这三人神色居傲 更有贤物之意 似觉得此地如同白家的毒瘤 很是肮脏 很快的他就到了白小春的居所外 白浩 出来 在这居所外 这三位行堂族人中的一个不耐烦的冷声开口 屋舍内 白小春心中一跳 难道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白小春迟疑中 身体瞬间成敌 没有亲自前去 而是从他体内走出一个分身 脉部间 踏出屋舍 而他的本尊 此刻气息完全消失 外人已感受不到了 眼看白小春走出屋舍 那三个行堂族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追前开口之人再次传出话语 走吧 族长要见你 三人没再多言 似不愿在这里久留 转身就走 白小春目光一闪 沉默中 买不跟随在后 族长见我 这白浩的身负 见我有何事呢 也好 借此机会 可以去看看白浩的父亲 对白浩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白小春一想到自己是分身前去 就觉得稳妥了好多 内心笃定后 随着三人直奔远处 一路 那三个行堂族人没有与白小春说话 那种骨子里的居傲以及亲密 白小春能感受得出来 内心冷笑 心中一样自傲 大有一种对方式家屈 不识自己真聋的傲然 等我露出修为 不准吓死你们三个 白小春 神思飘忽中 很快的就随着三人到了西区 此地与东区不同 安静很多 平日里来人也很少 大都是女眷所在 白小春一看到 竟到了这里 心底也有惊讶 纳闷中 渐渐的到了西区角落里的一处宅子外 这宅子不大 可以看到里面有几间屋舍 四周环绕着院子 地面很多杂草 显然是很久没人居住了 一股荒凉之感 很是明显 进去吧 族长在里面等你 到了宅子外 这三位行堂族人 默然开口 转身就走 白小春目光微闪 隐隐感觉到 在这宅子内 的确有一个 似有若无的气息存在 这种气息 以白小春的修为 立刻就判断出 那是一个 原因终其的修士 在这里见我 难道要杀我 白小春一惊 可想到自己 这时分身 一旦出现意外 本尊那里 也可以及时应对后 他这才思虑中 上前推开了 宅子的大门 白昊啊 为时可是为了你 这才走入这等险地 我要看看 你父亲对你 到底是何种态度啊 白小春 在走入宅子的瞬间 就看到了在院子里 有一个男子的身影 正背对着自己 在这男子的身边 有一口枯井 他似乎在看着那枯井 此人头中有些白思 虽看起来是中年 可显然已有些苍老了 而那修长的身影上 此刻露出的 却是一股肃杀之意 整个院子 在这肃杀中 显得很是压抑 仿佛风雨欲来一般 白小春 目光落在这男子的背影上 又挪开 看向四周 这一看之下 他愣了 院子内的杂草不少 可却掩盖不住 散乱在四周的一些 用木头钉在一起 做成的一些 孩童的玩具 有小木马 木人 以及几个波浪鼓 那些玩具 很是巧妙透着秀气 看起来不像是男人所做 更像是母亲 为了自己的孩子 做出的玩具 还有一些 已经残破的 小孩子穿的衣服 被散乱的扔在了四周 这一切 让白小春的内心 不知为何 生起了一股 难以形容的感觉 他虽不是白号 面貌也是面具 变化出来 可却在看到 这些小孩子的玩具时 心底出现了一些 如同真正的 化作了白号般的感觉 这里 难道是 白号长大的地方 白小春站在那里 凝望着这些玩具 体会着白号 看到此情此景 可能的一些情绪 心下气气 我听齐二说 你在家族的炼灵 魂药 以及炼火榜上 左臂 就在白小春这里 心底复杂实 那背对着他的身影 缓缓地开口 生意冰冷 似乎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语气冷漠 如在与一个陌生人谈话 偏偏又有训斥之意 如主人在训自己的奴仆 白小春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刻心中轻叹 白号 这就是你的父亲吗 这次 已经不是你首次了 你不求上进也就罢了 偷取齐二 对十五色火的研究也就罢了 如今还要作弊 冰冷的声音 如寒风吹过 这白家的组长 白号的父亲 转过身来 身色冷漠 面无表情 全身上下散出的气息 如同寒冰一样 看向白小春时 如看陌生人 胆默开口 这一句话 白小春就明白了 白号死前 应该是说出了自身的炼火资质 想要去获得其父的认同 可显然 他太天真了 这白家的组长根本就不给白号丝毫的机会 或许一切事情这白家组长是懂的 可却依旧如此 此事让本座蒙修更是触犯家法 按照家规应收回你的修为 罚你入魂池十年 可本座念你流着白家之血 饶你一次 可若再有下次 那么我将亲自出手 清理蒙火 白家组长 墓中已有了一丝杀机 声音如龙东之风 让白小春这里替白号心寒 看来眼白小春 这白家组长 似有些不满意 白小春这种沉默的样子 他皱起眉头 墓中闪过一丝赠物 右手抬起 指向身边的枯颈 你娘当年就是死在这里 她生是婢女 死也是婢魂 命运就是顺从 而你身为数子 我希望你也能学会顺从 你懂了吗 白家组长背着手 淡默开口 我不懂 白小春猛的抬头 在这白家组长 指着那口哭尽后 他心中的怒意 此刻已有些压制不住了 白小春内心的怒火 此刻早已燃烧 他同情白号 更心同白号 这一切 他说是不懂 可他岂能不懂呢 结合自己所了解的事情后 一切真相 此刻早就已经浮现在了白小春的脑海里 白小春的炼火资质 这白家组长或许曾经不知道 可当白号给了他十五色火的配方后 他岂能不知 他知道白号的炼火资质 他更是知道白小春这里不是作弊 这一切他都明白得很 身为原因争其修士 更是白家组长 在这白家内 他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轻而易举 甚至白小春此刻也都明误了 哪怕白号被追杀之事 这白家组长也都是知晓的 可显然 他丝毫没有去理会 更是放任 而关于白号的一切 他更是强行否定 将其全部生生的 假接到了白旗的身上 目的就是让白旗那里 可以飞得更高 哪怕这代价是白号死亡 可明显的 对着白家组长而言 白号如同蝼蚁 甚至连蝼蚁都不如 至于这一次的谈话 为的就是让白号这里低头 不要在这关键的时刻去捣乱 甚至那墓中的杀鸡 让白小春更是明白 这白号的夫妻 已有了杀他之心 还有就是 选择此地作为谈话的地方 其目的已很清晰了 就是要让白号这里 知道什么叫做顺从 顺从可活 不顺从则死 以白号生母死亡之地 作为谈话之处 这一切的恶毒 白小春站在旁观者角度 都看不下去了 岂能不怒呢 哪怕他收白号为弟子 当日有些简单随意 可这一刻白小春深切地感受到了白号内心的欲酸楚 欲沉重的苦涩 他对于收下白号为弟子的想法 此刻无比认真 白小春的性格看似怕死 可他的骨子里却是有一股意气 朋友生死危机 他哪怕颤抖的恐惧 哪怕害怕的流泪 也都会咬牙怒吼着 不顾一切的转身冲出去 同样的 一旦他将白号真正看成了自己的徒儿 那么白号的委屈 他不会漠视 这就是他 矛盾的性格 隐藏在怕死下的烈火 言下 这白家族长如此冷漠 无情至极 这一切让白小春为那奢求着 期待着可以获得父亲认同的白号 很是不值 你说什么 白家族长闻言 墓中刹那间就有寒芒 周然掠过 修为更是散出 化作杀机 如同乌云盖顶 形成了风暴 卷动四周 好歹也是你的骨肉 虎毒不食子 而你 白小春怒视白家族长 一字一顿的愤然开口 放肆 白家族长怒吼了一声 声音如天雷 轰鸣四方 他的一眼中 杀机更为强烈 向着白小春一步步走去 随着他的临际 风暴一眼看就要爆发 白小春盯着白家族长 若是对方出手 哪怕影响了自己 获得天人魂 可白小春也顾不得了 这口气 他要出 可就在这激烈的一触即中 突然的向着白小春走来的白家族长 却脚步一顿 皱起眉头 从厨袋内取出一枚玉剪 神石扫过后 这白家族长面色一别 一眼中露出细域 随后厌恶中狠狠地看了白小春一眼 如看死人一样 四眉功夫去过多了一会 转身一晃 急速离去 临走前 他的声音依旧冰冷 回荡院子内 别自己找死 白小春抬头 看着白家族长远去的身影 转头默默地看向四周 神色中满是复杂 扮上之后 轻叹了一声 白昊啊白昊 你若有灵 能看到这一切吗 白小春 将这院子里那些残破的衣服 快要腐朽的玩具 一一收了起来 最终看向那口枯井 他能感受到 在那井内 已经没有骸骨了 许久白小春默默离开了西区 回到了北区 而此刻 在白家的地底 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地宫 在这地宫中 白家的族长 正恭敬地向这一扇大门 挽腰深深摆下 没有起身 而是等待 扮上后 从这大门内 传出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 这声音虽轻 可却带着威压 似融入天地间 每一个字 都可引动 天地变化 白家族长 似很激动 却强自抑制着 更深的败相 他知道 老祖所说的准 指的不仅仅是 同意开启一次祖地 还包括了 同意白旗获得天人魂 祖地的开启 自然不可能只有白旗一人踏入 而是这一代的白家族人 原因以下都可进去 毕竟白家这么大 身为老祖 要平衡其他支脉 这等于是给了所有人一个说法 不过暗中也自然有方法 让能获得天人魂的人只能是白旗 你回去吧 时间就定在一个月后 半晨 大门内 白家天人老祖的声音 再次沙哑的传出 白家族长深吸口气 这才恭敬的离去 很快的 有关祖地开启之时 在这白家内就传了开来 所有符合要求的白家族人 在听说了此事后 都立刻心动 尤其是听到这祖地内 甚至还有天人魂存在后 立刻就让那些枝脉的添交 以及认为自己可以去一争的骄子们 狂热起来 祖地开启是大事 这种在祖地内的势力 更是大事中的大事 整个白家在这轰动中 太多族人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起来 蔡夫人那边 喜悦的看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的儿子白旗的未来 充满了憧憬 白旗一样如此 他自然会守口如瓶 不说出内定之事 看着那些枝脉的自己的竞争者 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 他内心冷笑 更有比 天人魂 只属于我 祖地一个月后开启之时 白小春知道的略晚了一些 这还是因此事太大 众人议论 他这才知道了准确的时间 还剩下大半个月 白小春眸光微凉 输了口气 一样期待起来 因为他已经在这白家受够了 那种压抑的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若是再不抱一次 恐怕就憋闷的吐血了 为了白昊 也为了我 这一次祖地内 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那祖地内 或许危险不是特别大 可白小春明白 虎口多时不难 难的是被虎口追上 只要自己在祖地内一动手 从那一瞬开始 自己就处于生死危机之中 他要在那一瞬到来前 尽可能的做好准备 这样的话 才可以让自身的安全 最大程度的得到保障 到时候蛮荒这么大 我倒要看看 那白家的天人老祖 能追杀我多长时间 逼急了我 报了昏塔 白家与其他两个家族 平衡打破 他白家老祖 还敢不敢继续追杀 而除了白家老祖外的 其他白家族人 就算是原因 想要杀我 岂能那么容易 白小春虽有些紧张 可已打定了主意 一旦得手 立刻远顿 况且 我就不信白家没有敌人 白小春 目中闪过一丝寒光 闭目继续修行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春这里 如被人忽略掉 而他也几乎足不出户 在储物带内的那些 单要快要消耗殆尽时 终于在这一天 他的不死金 最后一条经脉 彻底的修行结束 完全大成 在这不死长城宫 第三层 不死金大成的瞬间 白小春体内嗡鸣 哪怕是穿着衣服 可身体内的经脉 在这一刻 全部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穿透了衣衫 弦露在外 与此同时 他脑海更是轰鸣不断 那种身体上明显的 压着一座大山的感觉 清晰的出现了 那是质骨 身体的第三层质骨 这是再次触摸到质骨的感觉 这种质骨 白小春恨不能马上将其冲破 而一旦冲破 那种崩溃了大山的感觉 必定让他如蜕变一样 达到更高的境界 可白小春明白 想要突破质骨 需要等自己原因的那一瞬 借助惊人之力才可做到 当年不死成生宫第一层 第二层 就是以这种办法 在触摸桎骨一段时间后 借助修为的攀升去突破的 白小春双眼一闪 心神一动 看似坐在那里 可在房门旁 他出现第二个身影 这不是分身 而是速度的再次提高 形成的残影 那残影 没有如以往那样很快消散 而是停留了几个呼吸才消失 不需要过多去尝试 白小春就已经判断出来 自己的速度已经再次突破了 他此刻也不知道 自身的速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可他明白 如今的自己 就算是天然要来杀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死皮 重点是防护 不死金刚 重点是力量 不死鸡 爆发的是我的速度 那么不死成生宫的第四层 不死骨 又会是什么 白小春想到这里 不由的期待起来 只是可惜 不到原因修为 很难修炼 而且这蛮荒资源太少 不死骨的消耗 估计是不死金的很多倍 白小春有些发愁 败上之后 定气宁神 巩固自己大成的不死金 在白小春这里修炼的过程中 距离白家祖地开启的时间 已越来越近了 与此同时 一场白家的祭祖圣典 也在筹备 按照白家的祖规 每一次祖地开启的前一天 都会进行一场祭祖的圣典 这圣典中 所有白家的血脉族人都需到来 以其祭祖后 会有祖老出面 对族人考核 且对于那些成绩优异者 会有赏赐 甚至在这过程中 还有邀请一些其他家族的人来观礼 很是隆重 就算是鬼王城的巨鬼王 也都会安排人来观礼 毕竟祖地轻易不开 如今距离上一次开启 已有了一段岁月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祖地开启的前一天 祭祖圣典 于白家城市区中心的祖寺内 展开了 这一天 巨鬼城范围内的 其他两大恋婚家族 也都派了族人前来 巨鬼王那里也是如此 整个白家一片热闹 而那中心祠堂的区域更是如此 巨大的广场中 树立着一扇巨大的石门 这石门上面雕刻着一个中年男子 神色威严 似低头俯视大地 此人正是开创了整个家族的 第一代白家老族 在这祠堂四周 此刻密密麻麻 所有白家血脉族人 足有上万 全部到来 甚至地面上 已无法容纳 在这四周的半空中 也漂浮了无数的暗机 使得众人环绕 看起来很是壮观 最靠近祠堂的位置 白家的祖老 一个个都带着笑容 有的盘膝而足 有的则与其他家族来临的 同辈之人相互抬笑 都在等待祭祖开始的一刻 不远处 蔡夫人与一群女倔 单独有一处区域 彼此应声艳雨 引来无数目光 人群内白旗如星辰一般 很是显眼 他坐在靠近祠堂的位置 四周簇拥着大量的族人 此刻正在与其他两个 练婚家族到来的天骄 谈笑风生 除了白旗外 白家之脉中 也有几个人很是瞩目 虽不如白旗可身边人数也不少 其中一个正是白小春首次来到白家时 为他解围的那个五小姐 这女子美丽 虽性格冰冷 可身边的外族之人 却是最多的一个 还有一人 年纪与白旗差不多 身体却粗犷不少 很是魁梧 站在那里时笑声如虹 无论是在族中还是族外 似都交友广阔的样子 白号虽是庶处 地位卑微 可毕竟是白家血脉 在这祭族盛典中 也是需要到来的 只不过以他的身份 无法靠近祠堂 只能在外 于半空中有一处暗机 正盘膝坐在那里 无聊的看着四周 自然也注意到了 那位五小姐 以及魁梧的青年 这二人白小春 这段日子在白家 早有耳闻 知道那五小姐 名叫白燕尔 她的美丽 于巨鬼城中 都很有名气 不少俊杰倾目 而那魁梧的青年 名叫白雷 是枝脉的一个天骄之辈 修为虽不如白旗 可也到了杰丹后期 甚至与白旗一起 被誉为是白家双杰 可二人不和 竞争之意 族人皆知 此刻 这三人很是瞩目 成为了这 祭族圣典内的焦点 若非是必须要来 他实在是不想来到这里 看着四周的众人 他脑海里想的是 明天足地的开启 以及在这 圣典结束后 他要去做的事情 那些煞魂钉 今天 就应该去布置了 白小春心中念叨时 忽然察觉有人 看向自己 于是双眼看似随意的扫过 立刻就看到了 远处那群女眷区域中的 蔡夫人 那带着远度的目光 我坐得这么远 她都能找到我 白小春颇为诧异 要知道 她所在的位置 实在是很不起眼 于众人之间 就算是仔细去找 也要找半天才能看到 可没想到 这蔡夫人竟还是找到了自己 白小春想都没想 一样瞪了过去 眼神中的凶残 让蔡夫人都愣了一下 随后 思怒意更盛 可还没等 她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庄严的钟声 在这白家内 木然回荡 随着钟声 四周立刻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三道长虹 从远处呼啸而来 当前之人 正是白家的家主 他的身边 跟随着两个老者 这二老修为高深 已到了原英 大圆满的程度 正是白家执掌 兴唐与法唐的大祖老 我白家立足数千年 三人到来 白家族长一番言辞 传遍四周 在这白家族人 都振奋聆听时 白小春懒得去听 闭目打坐 不去理会 很快的 祭祖开始 种种繁琐之事 与绝大多数族人 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那些族人中的佼佼者 才会真正的参与在其内 庄严的钟声 时常回荡 甚至苍穹都掀起波纹 霞光洒落 露出祥瑞的一幕 引来不少人的欢呼声 这种小场面 我见的多了 白小春 内心不以为然 时而睁开眼看一看 颇有一幅 自己身为仙人 隐藏在凡俗之感 直至过去了数个时辰 黄昏时 祭祖的种种事情 才算结束 随着钟声的回荡 白小春打了个喝去 睁开眼 以为一切完事了 大家要各挥各家时 在那巨大的石门前 坐在那里的白家法堂大祖老 左右谦让一番后 笑声传出回荡八方 也罢 既然组长要求 而大家又推让老夫出面 这一次的祭祖圣典 就由老夫来出题考核吧 这法堂大祖老 声音红亮 显露出深厚的修为 更是在他话语传出时 这虚无都幻化出波纹 似有无数魂物出现 游走四方 白家族人 纷纷目中露出崇拜 恭敬中 都看向老者 就连来观礼的其他家族 与巨鬼城的使者 也都肃然起来 感受着慈老的修为 白小纯目光微明 这已经是半步天人的程度了 与白林一个境界 且看其魂力波动 显然也是猎魂师 应该是黄屁 且在炼魂的造诣上很深 所以才可以出口就有魂影八方而来 白小纯这里沉引时 那白家的法堂大租老声音再次传出 我白家的诸位俊杰 你们都知道 传说中 炼灵的极致是三十次 可惜 毕竟是传说 至今为止 从来没有人能做到 甚至就连二十次也都几乎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片羽毛 炼灵到了三十次后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法堂大租老微微一笑 右手抬起时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片羽毛 这羽毛看起来很是平凡 没有丝毫出奇之处 完完全全就是一根普通的羽毛 此事没有正确答案 大家可以凭着自身 对炼灵的造诣 去畅想一想 毕竟有些事情 若连想都不敢 又岂能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第五百九十五集 要忍住 法堂大租老话语传出 四档八方十 在这祠堂石门四周 天地中的白家族人 一个个都若有所思 大租老的这个考核很有讲究 因没有真正的答案 所以根据不同之人的 列灵造诣 从而说出变化 更可以去验证 每个人的感悟 甚至这个问题 也蕴含了炼火 魂药 根据每个人擅长的不同 有不同的方向 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呢 却是极为不俗 而且 事实也的确 如这大租老所说 如果连想都不该想 又岂能有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这种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相当于每个人的道了 不但是四周那些白家族人沉思 就连着大租老身边的其他租老 以及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因这个问题 而露出思索之意 即便是其他两个家族的使者 以及巨鬼城派来之人 也都如此 一个个陷入思考当中 同时 也能通过这个问题 看出白家 这位法唐大租老 在列灵方面的造诣 已经是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没有人说话 整个祠堂室门外 此刻是一片安静 落真可闻 几乎所有人都在脑海里思考答案 这种在祭祖盛典中的考核 是白家的习俗 考核中原则上是需要每个人都回答的 自然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说出答案 所以 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各脉的天骄之辈 作为代表来说出答案 彼此之间更有竞争之意蕴翰 此事 白家的那些祖老自然知晓 但却很鼓励这种竞争 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那么这种家族内部的竞争 就是保证家族血液长久沸腾的最好的办法 白小春眼珠转动 这个问题对别人而言不好回答 因为觉得没有真正的答案 可对他来说 确实太简单了 毕竟 白小春在那迷宫内的试炼之地里 曾亲自出手 炼灵到了二十多次 虽最终 也没有达到三十次 可却 已经看出了端倪 这个我来回答的话 有些作弊了吧 白小春暗中干渴一声 跃跃欲试 但又琢磨着自己光明磊落 作弊之事虽好 可如今又没有什么好处 凭什么去点醒其他人呢 想到这儿 他继续打着哈欠 缩头当做没听到 办上之后 法堂大阻挠 目光再次扫过四周 白家的族人 脸上露出微笑 淡淡开口 谁先来回答 短暂的沉默后 忽然的 白家主脉 经常跟随在白旗身边的 一个青年 目光一闪 眼看其他人都不说话 他猛的站起来 高声开口 晚辈白丽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话语一出 顿时就让四周 几乎所有白家族人 瞬间就看了过去 在认出此人后 其中轻蔑 嫉妒 复杂 冷漠 各种目光都有 那些族佬也都目光扫过 有的平淡 有的则是露出鼓励 就连白家族长 也都平静的点了点头 白小春邪言扫过 也好奇此人能说出什么答案 眼看自己被万众瞩目 这一青年很是激动 觉得自己出头的行为对了 最起码可以让家族的长辈 更注意到自己 于是咳嗽了一声 神色肃然的开口 在晚辈看来 这片羽毛 若是练龄三十次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形成一件质宝 说是天地质宝也不为过 青年说完 紧张的看向法唐大祖老 可还没等到法唐大祖老说话 这四周就传来阵阵的笑声 更有不少人直接摇头 笑容中讥讽不少 这不废话吗 就算是再寻常的物品 练龄三十次号 白痴都知道会成为质宝 白小春也神色古怪 如看傻子一样 扫了扫那青年 这青年也听到了四周族人的议论与笑声 脸色顿时就紫红紫红起来 勇气可嘉 法唐大祖老笑了笑 没有去点评 而是目光看向四周 还有其他人要回答吗 白痴姗姗的坐下 啥是尴尬 他也知道自己的答案有些取巧了 可一想到自己总算是出了风头 于是衡量一番 觉得自己这么做也没错 也就沾沾自习起来 大祖老 羽毛练龄三十次号 应该会庞大无比 可以遮盖天日 在白痴坐下后 因为他开了头 其他族人也都陆续的起身开口 大祖老 我觉得这羽毛 可以变成一把雨扇 足以煽动天地 大祖老 这羽毛在我判断 三十次号 说不定会成为一把雨剑 震慑四方 不一定 大祖老 我觉得这羽毛 可以烙印在人的身上 成为翅膀 种种答案 陆续的从一个个族人口中说出 是五花八门 说什么的都有 那些族老一个个都含笑 若是认为正确的 则点头 可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漠然不语 至于出了此问题的那位法唐大族老 神色始终如常 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每一个人说出的答案 他都在思索 又好似都没有放在心上 白小春听着众人的说法 好几次都忍不住 想要去纠正一番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 这种出风头的事情 他是非常喜欢去做的 只是每次他都压了下来 要忍住 没好处没好处 忍住忍住啊 绝不做 白小春喃喃低语时 白家族人呢 与白旗一起 被称之为双结之一的白雷 忽然站起了身 他一起身 四周立刻都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凝聚的同时 就连白旗也都眯起双眼 凝望白雷 不但是他们 其他两大家族 与巨鬼城的使者也是如此 显然是知道 这白雷在白家的名气 大祖老 晚辈在猎龄上造诣不高 凭着感悟 也很难猜测 这羽毛猎龄三十次后 会变成什么 可既然是想象 那么在晚辈的想象中 三十次后 这羽毛说不定会有了龄 成为如同火龄 木龄相似的存在 或许 那是羽龄 白雷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纷纷一愣 随后有不少 立刻动容 那些祖老 也是一个个 目光猛的闪耀 看向白雷时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笑容 就连法堂的大祖老 也是在听到这个答案后 再次的点了点头 他的点头 立刻就让白家族人 更为震动 议论之声 纷纷而起 白小春在人群内 也是多看了这白雷几眼 羽龄这个答案 虽依旧不是正确的 可已经接近了真相 这是在练龄二十次后 才会出现的变化 随着白家族人的议论 间接又有不少人 说出自己的答案 可与白雷比较 要么不如 要么就是明显 在他的基础上 去说出 那些祖老一个个 都是老家伙 岂能听不出来 直至那位五小姐 也起身一拜后 说出了另一种答案 再次引起了 众人的关注 大祖老 我觉得 会成为一片彩虹 我知道彩虹 与羽毛不相关 可还是觉得 它会成为彩虹 五小姐轻声开口 说完坐下后 法唐大祖老 这一次不是点头了 而是含笑 开口再次点评 一切皆有可能 你的答案尚可 说完 这法唐大祖老 目光落在白旗那里 他很想知道 这位白家的第一天交 他的答案又是什么 此刻 不但是他看向白旗 四周那些祖老 还有很多族人 都看向白旗 毕竟白旗的身份很高 如今这么多人回答了 无论如何 白旗也好开口了 在这众人注视中 白旗微微一笑 站起了身 向着法唐大祖老一拜后 抬头时 目露金芒 似有十足自信 蔡夫人目中露出骄傲 还有那位白家族长 此刻神所内也有期待 看向白旗时 目光柔和 与看向白好 完全不同 妩媚与雷帝的答案 都只是部分 我回答的晚 有些讨巧了 还请大家莫要介意 练灵 为我蛮荒体系之根本 变化太大 二十次后 或能形成如彩虹之物 也有可能形成羽灵 但这绝不是三十次后的变化 这一刻的白旗 似神采飞扬 整个人散发出无穷美丽 他站在那里 一个人的气势 压过了绝大多数 同族之人 三十次后 不说必定 但我有八成把握 它可以变成一只 活生生的鸟儿 凤舞九天 万鸟之首 第五百九十六集 白小春的答案 白旗声音嘹亮 在这整个广场上 回荡开来 更是因其修为的不俗 不说是撼动了天地 可也让这黄昏似的 苍穹云雾翻滚起来 气势如虹 仿佛是在认证它的答案 使得四周所有白家族人 几乎都是面色变化 思索间 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 看向白旗时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凤舞九天 万鸟之首 这个答案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答案呢 真是感想啊 一片羽毛 居然能成为一只活生生的生命 那位五小姐呢 此刻也是身体一阵 若有所物 还有白雷 尽管不甘心地握住了拳头 可她心底也是轻叹了一声 练灵的造诣 她的确不如这白旗 这个答案 已经算是开创了一个奇迹与先河 白小纯 目光一宁 仔细地看着白旗 这个答案虽不是正确 可明显的 已经算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可惜 还是错的 白小纯想到这里 不由地自得起来 琢磨着 就算是对方知道了最终的路 可知道归知道 想要走到终点 根本就不可能 蔡夫人满面红光 看着白旗 他心情激动无比 眼前这娇阳般的男子 是他的儿子 那种母依子贵的感觉 让他整个人都飘飘燃起来 还有那白家族长 白旗的父亲 此刻更是一幅欣慰的模样 看向白旗的目光 似乎在看麒麟子一般 他身边的那些族佬 同样动容 纷纷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白旗的这个答案 让他们也都大吃一惊 至于那法堂的大族佬 此刻更是站起了身 笑声传出 好 果然是我白家的麒麟子 你的答案 老夫也不知道真假 可这份气魄 足以气吞山河了 这法堂大族佬哈哈一笑 看向白旗时 目中露出赞赏 在他看来 白旗的答案 已经是与自己的看法一致了 以他的造诣 他早就研究感悟出了 列灵分为不同的境界 如彩虹 如雨灵 这是一个境界 而白旗的答案 明显是更高于这个境界的 难怪 这白旗能被老族看中 为其开启祖地啊 此次在练龄的感悟与资质上 果然不俗 大族佬还笑 看了眼身边的白家族长 大族佬过誉了 这孩子还须磨裂一番才可 白家族长快胃中 笑着开口 有了大族佬的肯定 白家族人的喧哗赞叹声 立刻如雷霆般爆发出来 种种声音呢 都是对白旗的惊叹 听着四周的声音 蔡夫人激动不已 白号那小杂种 练龄资质虽好 可必定不如我家齐儿 只不过我家齐儿不愿张扬而已 蔡夫人目中光芒流转 内心的骄傲 亦无法形容 眼看众人都在追捧白旗 白小春很是不信 忍不住又打了个哈欠 心说 小爷这是不愿意和你们一般见识 否则的话 我一说出答案 立刻让你们一个个都惊掉下巴 此刻鱼也觉得这所谓的考核无聊 正琢磨着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 可就在这时 那被万人瞩目的白旗 自身得意洋洋中 目光一扫 看到了人群内正打着哈欠的白号 他眼中露出一抹阴毒 忽然笑了笑 白号 你曾对我说过 你认为自己在恋灵上有些资质 今日我白家圣典 大家都说出了答案 不知你那儿有没有答案呢 来吧 说来听听 不用不好意思 这白旗似笑非笑 话语中 让人感觉兄长关心鼓励弟弟 然而实际却用心险恶 根本是要在这个时候 去羞辱白号 而他也很自信自己的答案 认为其他人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无论怎么说 都绕不过虚与实 而白号这里在白旗看来 无论怎么回答 都是在这两者之中 而任何答案 他都可以直接将其定性为剽窃 再装作兄长模样 痛心疾首的 好好地教训其一番 如此一来 就可让这白号在整个家族中 再次的丢人现眼 坐实了之前的作弊之事 如此一来 明天在祖地内 自己找个机会将其误杀 也就没人能说些什么了 此刻话语一出 四周顿身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 刹那就落在了白小春这里 这白号 缺缺助记忆修为 还能说出什么答案不成啊 是有八九 是缩头不语 他说不定也会说 能变成凤五九天的半鸟之首 不过 这也太无耻了吧 这可未必 此人可是靠着作弊手段 成为三绑第一 好在齐少 大一灭秦 将其抹去 此刻也可看出 这白号有多么的无耻了 那些目光中 绝大多数都是 亲密与不屑 只有不多的一些 露出可怜与叹息之意 看出了白旗的 恶毒之心 五小姐与白雷 正是那露出可怜之意的一些人 对于白号 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可因对白旗厌恶 自然而然的 也就觉得白号可怜 只是他们 没有立场去阻止 此刻的白旗 气势如红 一到了巅峰 蔡夫人眼珠子一转 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孩儿的想法 虽有些不安 可还是相信白旗的判断 在看向白小春时 眼中露出强烈的憎恶 白家族长 神色平静 好似没有看出白旗的用心一样 目光看都不看白小春一眼 他身边的那些祖老 此刻一个个神色玩味 相互也都不言不语 唯独法唐大族老 他本身并不属于族长一脉 对于族人不说一事同仁 也相差不多 此刻脸上带着笑容 看一下那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去关注过的白号 白小春皱起眉头 看着用心险恶的白旗 他的目光渐渐的冰冷下来 对方的心思 他瞬间就明白了 此刻心底怒意生疼 他原本没打算继续高调 可这白旗居然来逼自己 这就是自己找死了 白小春冷哼一声 缓缓的站起了身 随着他的起身 四周众人的嘲讽越发强烈 就真的站起来了 有意思 我等着看他说出是只鸟 还是什么玩意儿 死不量力 这白号身为数子 也敢争讽 坠入人 只会作弊 他的存在 给我们白家人 丢人哪 这四周的声音 不断的传入白小春的耳中 他看着这一切 看到了财富人的恶毒眼神 看到了族长的冷漠 看到了那些族老的神色 也注意到了 关于嘲讽之言 没有任何人来阻止 任由整个家族的 绝大多数族人 在这里不断的讥讽 就连那另外两个家族 与聚鬼城的使者 也都在那里 好似看热闹般的 看着自己 这一切 让白小春这里 忽然没有了怒意 他看着四周众人 慢慢的抬起下巴 似乎这些人在他眼中 都是一群家鸟而已 一个大浪 就可拍灭无数 他袖子一甩 眼中带着孤傲 一指白旗 沉声喝道 我本不想开口 可你既用心险恶 来自寻羞辱 今日白某 就成全你 白旗眼中杀鸡一闪 看着白小春 冷笑起来 那在你眼中 觉得很自傲的答案 在白某看来 完全是狗屁不通 白小春 袖子一甩 虽散发出的是 助肌修为 可在这一刻 似乎也有一股气势 在他身上崛起 就让我告诉你 练龄三十次后 真正的答案 一与一世界 任何存在 练龄三十次后 最终都会成为一片世界 白小春声音如天雷 传出回荡四方 他的话语在这一顺 直接就落在了 四周所有人的心身内 似乎这答案 引动了天地法则 在白小春话语回荡时 竟真的有天雷 在这苍穹上滚滚而过 空明天地时 使得一切云雾 都直接碎灭开来 黄昏的余光 也都在这一刻 撒落大地 有一缘落在 白小春身上 使得他的身影 一瞬间 竟多出了奇异之感 更是在这一瞬 随着答案的传出 四周所有白家族人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 如有响雷 在心身内猛然炸开 而白旗那里 也是身体猛的一颤 灭色瞬间 变得极其难看 他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白昊说出的答案 居然是这样 这根本就不需要去比了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这答案不管真假 在境界上 已经完全超越了所有人 而且是如碾压一样 无视一切 荡之积粉 第597集 口诛笔伐 震撼哪 一瞬间万籁俱寂 周遭众人的 讥讽与嘲弄 落井下石 不在意 看热闹 种种神情动作 不一而足 剧都将骨 如被施了定身法 良久 众人才逐渐慢慢恢复过来 一时间 阵阵粗浅不一的呼吸声 很快的 就从四周 族人口中传出 他们的表情 在震撼 与难以置信间 不停变换 甚至还有其他难明的复杂 就连那位五小姐与白雷 也都神魂震动 心虚狂澜 他们一脸的匪夷所思 直愣愣的看向白小春 这个答案 超越了所有人 天哪 他是白号吗 是曾经那个懦弱无能的白号吗 成为世界 这 这种欺吞山河的气魄 怎么可能 世界 世界 一定是这样 这才是答案 真正的答案 这 这怎么可能 所有族人 在短暂的沉寂后 瞬间情绪爆发 全部都沸腾起来 不少更是直接起身 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夹杂着震撼 与不敢置信的复杂 慢慢的 有的甚至还生出了一丝 他们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佩服 这一刻 白小春站在那里 凝聚了全场之人的目光 略显单薄的身躯 却仿佛散发出一种超然 蕴寒飘渺之意 没有人再去注意白棋了 白小春的一句话 直接将白棋身上所有的光环 全部多了过来 甲鱼挤身 耀眼无比 就好像这一切 本就属于他 白棋蔑色苍白 有心去反驳 可却发现 自己找不到任何言辞 甚至就连他自身 在听到这个答案后 也都有种强烈的冥冥之感 似乎 这 就是真相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那些阻挠 此刻一个个彻底动容 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吃惊之意 甚至有几人 也直接站起了身 那法唐大长老 此刻身体猛的震动 双唇微动 目中更是露出推延 呼吸都渐渐不再平静 甚至他的修为 似乎都有些控制不住的样子 那是一种 啼呼灌顶 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他的触动之大 无法形容 让这法唐大祖佬 面色都激动的红润起来 这一幕 对蔡夫人 与白家族长的刺激最大 那白家族长 不知如何想的 眼看白小春这里 如此耀眼 他不但没有觉得欣慰 反而有股怒火腾然而起 那是一种 如看逆子 似要杀人的心情 似乎白昊这里 越是优秀 对他而言 就越是如被打了脸一样 让他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的愤怒 一块要无法隐藏 可他毕竟是族长 此刻深吸口气 勉强压了下来 他能压下 可蔡夫人却做不到 眼看白小春一句话 就让这一切逆转 甚至好像要夺走白旗的一切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旗儿 此刻那苍白的面色后 振振心疼 极度的危机感 让蔡夫人对白小春的怨恨 一上升到了极致 激怒攻心中 他猛的尖叫了一声 一派护眼 白昊你个小杂种 你太放肆了 给我闭嘴 来人 给我将这小杂种拿下 我要他心神俱灭 蔡夫人 这歇斯底里丧失理智的话语一出 四周立刻就有白家护卫 迟疑中走出 不知道该不该去听从 可还是有几人 咬牙指下 直奔白小春而去 是你放肆 白小春猛的转头 看向蔡夫人 我白家祭祖圣典 我身为白家族人 回答大祖老的问题 你居然敢扰乱祭祖 放肆到了极点 族长 当着我白家所有族人的面 当着我白家列祖英灵的面 此女没有白家血脉 充其量算半个族人而已 如此咆哮 惊扰祭祖 还请族长灭法 一拳家规 白小春 直接借势反歌一击 这番话 地水不漏 言辞犀利 更是占据大意 无论是谁 也都说不出什么 甚至那些知脉中 看白旗 与蔡夫人不顺眼的族人们 一个个都眼睛一亮 犹如重新认识了白昊一样 内心更是不住喝彩 白雷看向白小春 眼中露出奇异之毛 似突然的 有了很强烈的兴趣 想要去结识 那位五小姐 也是愣了一下 看向白小春时 墓中也有了一样神采 就连那些族佬 也都一个个目露精芒 白昊 你以下犯上 好大的胆子 白旗面色变化 听到白小春话语中的杀鸡 他整个人怒火填鹰 猛的低吼 你也给我闭嘴 白小春转头 向着白旗沉和一声 我白昊体内流淌着白家的血液 是白家族人 我在这里祭拜先祖 回答祖佬的问题 自然要大胆一些 我白家先祖要看的 正是我白家族人的 胆识与气魄 以下犯上 族规第九条列出了 祭祖之时 一切族人 皆为血脉后人 何来上下之番 若真说有上 那也是先祖 难道 你白旗认为 此女是我白家的先祖吗 白旗 你要记得 你姓白 不姓菜 不姓菜 我看 以下犯上的是你白旗 才对 白小船 袖子一甩 话语 铿锵 有力 如同一把把力剑 刺入白旗身体 使得白旗这里 如被神通轰击 连连后退 面色不断变化 想要反驳 辩解 可却说不出来什么 惊怒之下 一口鲜血喷出 这一幕 让这四周众人 大都惊呆了 白小船猛的转身 再次向着面色 早已阴沉如黑铁般的 白家族长 包拳一败 一请族长 责罚此女 此女动乱祭族 惊扰祖先 当行神俱灭 二请族长 责罚此子 此子乱任先祖 这是不孝 忘了自己姓白 这是不忠 以下犯上 这是不敬 他一个不孝不忠 不敬之辈 不配成为我白家族人 白小船声音如雷鸿鸣 四周所有族人 此刻全部稀气 动容不已 这一幕 字字珠心的逆袭反杀 让他们 真的是根本没有半点预料 木头般的看着 大多数人 这也是脑袋都是懵的 彻彻底底的 震惊茫然了 好像有种颠覆了的光拐 陆离之感 甚至 那其他两个家族 此刻也都震撼咧咧 虽那蔡家有些不悦 可还是在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凝重 显然是看出了白小春这番话语的用心 这也不是阴谋 这是阳谋 主动的给白家之脉一个机会 这里面蕴含的心机之身 让这两个家族 以及聚鬼城的使者 都不得不重视起来 至于那些祖老 一个个也都目光闪动间 相互看了看 白家内部本就存在不和 如今此事 与白家的枝脉而言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就在他们思索时 那蔡夫人 眼看白旗吐血 整个人抓狂了 声音凄理 小家众 你找死 来人 给我杀了他 蔡夫人 癫狂怒吼中 自己也都飞了出来 那些祖老 眼睛猛得更亮了 正要发难 可就在 蔡夫人飞出的瞬间 白家族长猛得一拍桌子 哄的一声 那桌子 直接就崩溃爆开 成为飞灰 巨像回荡 住口 白家族长 嘀吼了一声 袖子一甩 立刻一股大力散出 落在了蔡夫人的身上 蔡夫人喷出鲜血 身体猛的倒卷而去 受牙 白家族长 似从牙缝中 挤出了这两个字 立刻 有族人心惊的上前 将蔡夫人 直接带走 现在 你满意了 白家族长 目中 杀意弥漫 以毫不掩饰 盯着白小春 白小春 看都不看 蔡夫人一眼 凝望那位 面色阴沉的 白家族长 没有丝毫退缩 再次抱拳 还有白旗子子的 不忠不孝 不敬之罪 可恶了 白家族长一眼中 如要喷火 如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成为族长后 还是首次遇到 这种被人逼宫的感觉 让他 要杀白小春之心 已强烈无比 暗道 若非是顾忌其他之脉 又岂能让这白好 如此嚣张 哼 他不可能杀 那么 祖地内 我自己来杀 白小春 看了一眼 白家族长 内心冷笑 不再开口 白勤怒是白小春 可他真的有些 怕了对方那张嘴 此刻心有余悸 又看到了母亲那里被责罚 以及父亲的怒火 他只能咬牙低头 内心疯狂的丝毫 是在那祖地内 必杀白号 眼看着祭祖圣蝶 似乎有些无法继续下去 白家族长 袖子一甩 此次祭祖 就此结束 他话语刚出 可就在这个时 那位始终在 陈思推延的 法堂大租老 忽然抬头 看向白小春 先不要结束 白号 你继续说 你是如何想象出 三十次列领后 会成为一片世界的 他神色内 露出恳气 语气也相对温和 似对于之前 白小春 与族长之间的矛盾 根本就不在意 实际上 他也的确如此 作为法堂大租老 除了老族外 整个家族 能与他并驾齐驱的 也就只有 行堂的大租老了 至于族长 他不在意 白家族长 面子顿时难看起来 今天的事情 对他来说是 毕生难忘 可法堂大租老 他不能招惹 只能将那 玉盛的怒火 算到了 白小春的头上 咬牙又坐了下来 看向白小春时 他的杀意 毅然讨天 到了 路人皆知的地步 第598集 神棍传道 白小春有些诧异 看向那 法堂大租老 听出了对方语气中的温和 以及那墓中的求索之意 知道 此老没有恶意 而是真的 想要知道 列灵三十次的秘密 他不由的沉默下来 脑海里开始琢磨 如何能让自己今天 在之前那么厉害的基础上 再上一个台阶 那横竖 已经非常的出风头了 那就彻底高调到 让他们五体投地 顶礼膜拜呗 他这里的思索 落在众人墓中 立刻就不一样了 那法堂大租老 立刻神色认真起来 他觉得 这是对方在沉思 于是安静的等待 四周的那些族人 如果是在白小春 没有回答问题前 必定是会嘲讽 可眼下却不敢了 白小春的世界说法 本就撼动了所有人 随后 那言辞的犀利 逼得族长 收押其夫人 那白旗 更是险些被白小春逼得 被逐出白家 甚至灭杀 这一幕幕 无不说明 眼前这个白号 与他们记忆里的身影 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是那位法堂大租老的赏识 让他们都看出 此刻的白号 在他们的心中 其分量已经越来越大 五小姐那里 也是如此 她看着白小春 秀目内露出好奇 白号的变化也太大了吧 她不是没想过 眼前之人 是否真的还是白号 实际上 这个问题不仅解释她 其他人也都想过 那些祖老 甚至白家的族长 此刻也都在思索 尤其是那位白家族长 更是凭着他的身份 暗中融入阵法内去查看 可最终 无论怎么去判断 白号都是其本人 白家的阵法 对于非白家血脉之人 审核的极为严格 若眼前之人不是白号 是不可能在此地 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的 想到这里 五小姐也露出期待 还有白雷 她看向白小春时 越发的感兴趣了 她甚至都觉得 自己以前实在是 太忽略这个白号了 如今对方的崛起 对她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过 也不是全部的族人都如此 那些嫡系主脉的白家族人 此刻在看向白小春时 尽管表面不敢露出 可内心却是怨读到了极致 恨不能白小春去死 这种羞辱 羞辱的不仅仅是白旗与蔡夫人 而是他们整个嫡系主脉 甚至在他们看来 白号也是主脉的 方才的行为 分明是一种背叛的 时间流逝 半炷香后 白小春目光深邃 抬起了头 看向法堂大祖老后 他深吸口气 抱拳一败 法堂大长老 立刻精神一阵 仔细聆听 其他人也都如此 那些祖老们纷纷神色 都肃穆起来 回大祖老的话 练龄三十次的猜测 晚辈只是乱说而已 实在是晚辈从小孤僻 没什么朋友 兄弟 很多时候 只能一个人去幻想这个世界 这片天地 好似这天地间 只剩下我一个人 又好似这片世界 我是多余的 或许是这种心态 让我的幻想 如长了翅膀 不断的飞向远方 白小春 声音有些沉重 仿佛沉浸在 童年的回忆中 这里的族人 有不少知道 白浩小时候的事情 此刻听到后 立刻脑海里 就浮现出一个 孤独的孩童 一个人坐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天空 看着世界的画面 那些祖老 也都心有所感 五小姐那里 不知为何 听得心里有些悲哀 眼看众人如此 白小春心中得意 这可是他之前 想了半炷香 才想出的答案 琢磨着 一定会让所有人 大吃一惊 让他们震撼无比 反正是吹嘘吗 是说大话吗 这一点 白小春觉得 自己虽不擅长 可还是能 吓唬吓唬人的 此刻 继续沉浸在那思绪里 声音也都飘摇起来 自从他童年传来 路过了岁月 融入到了如今 我经常在想 这片天地 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是如何存在的 为什么会有魂 为什么会有火 为什么会有炼灵 我也经常去想 这世间有没有仙人 我们的修行 是谁传给我们的 我还经常去想 天空那么大 可天空之外 是否还存在了 一个世界 如果真的存在 那片世界 又是什么样子 白小春声音难难 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渐渐的 四周越发的寂静了 每个人都仿佛 沉浸在了白小春的话语里 也在思索 那些祖老 一个个竟也摒弃脸习 看向白小春时 他们似乎忽然发现 自己以前 实在是太忽略这白号了 尤其是那位法堂大祖老 他的神色变化之多 变化之快 为众人之 这一刻 在他的眼中 似看到了白号的童年 更看到了白号的思想 而那个世界里 是不是也有人 在他们的眼里 我们 又是什么 白小春 神色柔和 目中带着雾气 声音也越发的飘渺起来 谁又能知道 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否是有一个大能 将某样雾皮 炼制了三十次 形成的世界 这句话一出 四周刹那更是静默 随即猛的传来无数 稀奇一声 又有谁能清楚 为何这世界 会有炼灵一说 谁又能明白 这天地街 炼灵的源头 在何方 这 就是我的答案 白小春说完 向着法堂大祖老姨抱拳 沉默不语 可心中 这一刻却是激动的 雀跃不已 他说的这些话 就连他自己都不太知道 是什么意思 是他在那半炷香时间里 想到的 所有能让自己 看起来高深莫测的言辞 虽然他也不懂 可觉得反正能 唬住人就行了 越是神秘高远 玄之又玄 效果就会越好 此刻看似平静 可目光却小心的 在私下打量 看着看着 他有些患得患失了 实在是这四周 太安静了 所有人 包括足牢在内 一个个都呆呆的 看着白小春 目中却焦点散乱 他们看似平静 可心神中此刻 如同天雷轰鸣 已经彻底的被震住了 看起来傻呆呆的 白小春的想象 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匪夷所思 到了一个 无法去形容的程度 也猛然间就理解了 为何白小春 能说出世界的答案 这一切 让他们一时半会儿 很难消化 直至过去了 十多个呼吸后 他们才恢复过来 顿时 吸气声 哗然声 惊呼声 纷纷嚷嚷而起 天外 是否还有一个世界 我们所在的天地 或许真的是某个大脑 留下的一件 炼灵三十次的法宝 天哪 我想起了奎煌的传说 传说一代奎煌 似乎开天辟地 为了守护族人而战死 五小姐与白雷 二人也都身体颤动 白小春的话语 若不去深思 则没事 可一旦深思 则越想越是心惊 隐隐觉得 似乎白小春的话语里 蕴含了某种天地隐秘 让人陷入那神秘中 莫测未来 这些惊呼声 终于让白小春这里松了口气 立刻就觉得 自己果然在吓唬人上 还是有些天分的 他正得意时 那些祖老一个个目露其光 尤其是法堂大祖老 更是直接站起了身 神色激动扬天大笑 好 好 好啊 作为法堂大祖老 他平日里 威言寡语 点头就算是认可了 哪怕是对白琪 也只是说了一个好字 可眼下 竟连续说了三个好 其神色的激动 可以看出 他对白小春这里 已经是极为欣赏 这一切 落入白琪的眼中 让他的心灾刺痛 仿佛被咬势一般 双眼都红了起来 死死的握住拳头 他的面色猙獰 对白小春的杀气更为强力 祖地内 我拿到天人魂后 必杀你 至于那白家族长 看向白小春时 看向白小春时 似有些复杂 但很快 这复杂就被抹去 化足了冷漠于冰寒 要怪 就怪你是数子 你母亲卑劫 你也注定了要卑劫 学不会顺从 只懂得悲逆 你和你母亲一样 都该死 这是老夫听到的答案中 最无法衡量于判断的 也是最让老夫这里心服口服的 白豪 你很好 非常好 这法汤大祖老 笑声传出 看向白小春时 那墓中的赞赏极为强力 此地白家族人 一个个都看出来了 这法汤大长老 对于白豪 青睐有加 可以想象 以后这白豪在家族内 必定与之前大不一样 白旗咬牙切齿 而白家的族长 则是墓中越发阴冷 就在众人内心 生起诸多思绪时 这法汤大祖老 秀得一甩 声音再次传出 白豪 老夫有一座府邸 虽不算整个白家中最养魂的 但也尚可 老夫将这府邸赏赐给你 希望你日后的修行 能更进一步 早些踏入结丹境 法汤大祖老 心中也有遗憾 若是这白豪修为结丹 哪怕只是结丹出奇 他也会毫不迟疑 哪怕与族长翻脸 也要将这白豪 咬到自己身边来 可惜 白豪的修为太弱了 只是助击出奇 这就使得他的价值 虽有 可却无限的削弱 此刻送出府邸 一方面是要结个善缘 另一方面 也要去试探 白家族长的用意 白小春眨眼间 眼珠子转了转 觉得这一府邸自己也没用 正琢磨着如何去说 问问能不能转换成冤魂时 那位白家族长 却是闻言目中冰寒之忙 更为冷力 丹莫开口 此事就不劳大祖老破费了 列子的事情 白某自然会安排 这话语一出 斩钉截铁 已露出强烈的不满语愤然 那法堂大祖老陈吟中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白小春抬头抱拳道 多谢大祖老 随后平静的瞥了眼 白家族长内心冷笑起来 见不得白浩好是不是 也罢 这府邸我本也没打算要 我要的是天人魂 明天祖地开启 我要让你清晰的看到 我是如何的拿走 你白家的天人魂 此番祭祖 就此结束 白家族长声音硬邦邦的 实在是这一次的祭祖 让他觉得如吞下了文盈一样恶心 此刻袖子一甩 转身化作一道长红 木然远去 那法堂大祖老 深深地看了眼白家族长的背影 暗中叹了口气 白浩的身份敏感 他觉得可惜 又看了白小春一眼 目中露出鼓励 既你父亲有安排 老夫就不擅自做主了 不过白浩 以后若是在修行上 有什么疑问 你可随时来找老夫解惑 说完 这法堂大祖老也转身离去 其他祖老相继都走了后 白小春这里看了看法堂大祖老的身影 这是白家中 不多的几个让他产生好感之人 知道白浩是数字 且受祈福不喜 可还是有这一番话说出 从某种程度上 算是给了白浩一层保护 这法堂大祖老的心意 我白小春 替白浩领了 随着祭祖结束 白小春转身离开 他来的时候默默无闻 可走的时候 凝聚在他身上的目光众多 那一道道目光 各种思绪都有 可这一切 白小春已经丝毫不在意了 他在这白家的压抑 也终于到了尾声 明天 一切渐分晓 白小春深吸口气 化作长虹 在这黄昏降临 天色渐黑的夜空 直奔北去而去 这一夜 白家族人中 太多的人无法平静 白浩的突然崛起 让太多人心神震动 白起的愤怒 蔡夫人的尖叫疯狂 白家族人的阴沉 这一幕幕组成了画面 浮现在很多人心中 尤其是第二天 就是祖地开启之日 今夜可以说是 众人进入祖地前 最后一次准备 就算是 那不愿去争夺什么的 五小姐 在这夜里 也都盘膝打坐 调整自己的状态 毕竟祖地内 除了天人魂外 还有其他家族 对于族人的奖励之物 而其中有一些 对他这里有大用 更不用说白雷了 他的目标就是天人魂 要与白旗争夺 虽然他明白 这可能性不大 但心中的期待 依旧强力 还有白旗 他将所有的愤怒 都放在祖地内 欲杀白小春的决心上 在这深夜图呢 让自己可以在明天时 处于最强的巅峰状态 祖地内 就是你的死亡之地 而你 连深情放弃的资格 也都没有 来也得来 不来 也要来 在这白家族人 大都为了祖地开启 而进行最后的准备时 白小春也没有闲着 趁着夜色 他全力展开面具 的隐藏之法 在这白家 如幽灵一般 在不同的位置 不止煞魂钉 这些位置 他这段日子 早就已经选好 此刻 在这进入祖地前的 最后一晚 将那些煞魂钉 全部放好 没有去开启 而是打算 作为自己 备选的手段 一旦需要 一个念头 就可让这煞魂钉 全部的都崩溃爆开 从而去 撼动一下 白家的阵法 一夜无话 当黎明到来时 随着苍穹的漆黑 到了极致 似要 脾气太来的一瞬 白小春 从入定中 睁开眼 他的双目 在这黑夜里 如同火焰 散出炯炯之盲 他看着屋舍的四周 在这白家居住的时间 虽不长 可随着他不断的知晓 发生在白昊身上的 一件件事后 对于白昊 白小春觉得 自己已很是了解了 白昊 你若有灵 能知道在你死后 发生的这一切 或许你有要杀人的冲动吧 为师虽不惜杀戮 可这一次 我替你去完成 你想要做的事情 白小春 喃喃低语 目光在这屋舍内扫过后 慢慢的 精芒逐渐连去 不多时 一声钟鸣 在整个白家回荡 阻地 开启 这钟声 一共九次 不断的传遍四方 当时一个个白家准备进入祖地的族人飞速而出 直奔白家城中心 内祖寺的石门而去 白小春迈步间走出屋舍一路前行 很快的就到了中心石门外 刚一到来 四周就有很多目光 瞬间凝望 这白昊居然也来了 他昨天难道看不出白棋的杀机吗 若我是他 一定会申请放弃这次机会 找死而已 自不量力的小杂种 其实他想放弃就能放弃的 来到这祠堂的族人 足有数百 其中大多数都是住击 至于杰丹只有十多人而已 此刻有不少都在低声议论 白棋也在人群内 看到白小春到来后 他内心冷笑 目中杀机一闪 五小姐与白雷也在人群内 看到白小春居然也来了 虽有些诧异 可仔细一想 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白小春 对于这四周一切的目光与声音 都直若望闻 如没有看到 听到 他此刻心中很平静 只是看着那扇石门 等待开启 又过了一会儿 来的人更多了 可绝大多数 都是放弃了这一次的机会 虽到了这里 可目的只是为了观摩而已 再注意到白小春后 这些人议论更多 直至祖老以及其他两大家族 还有聚鬼城的使者也都出现后 法堂大祖老也看到了白小春的身影 愣了一下 皱起眉头 可还没等他说话 白家族长已从远处破空而来 到了半空后 他目光扫过人群 立刻这四周的所有议论声都安静了下来 那逆子果然来了 白家族长看到白小春时 目中起了冰寒 每一次祖地的开启 所有住击 劫丹修位的族人 都有资格进入祖地 而且从原则上讲 是必须要进入祖地的 可若真的不愿 只要上报宗司 一般来说都会被批准 实际上也的确是有不少族人 已经上报了宗司 申请放弃了进入祖地的机会 也都被批准了 而白家族长也打定了主意 甚至交代下去 其他人的放肆可以同意 唯独那白昊不能同意 可直至到了现在 他都没有收到白昊放弃进入祖地的申请 虽然他的打算落空 可以眼看白昊出现在这里 他内心冷笑 自己找死 也就免得我这里出手 大意灭亲了 白家族长收回目光 右手抬起 掐决意志石门 动用其族长的权力 直接影响阵法 空命节 那祖地的石门 猛的就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巨像中 渐渐的开启了一道缝隙 随着缝隙的出现 一股沧桑之意 周人从那缝隙中散出 如同远古的风 扫过天地 祖地开启 待人进入后会自行关闭 当有人获得了天人魂后 才会再次打开 使你们从内走出 一切造化就看尔等机缘了 其内并非没有危险 我白家势烈 历代都有生死之事 尔等当之 此刻还不进去 更待何时 白家祖地 若是从外部开启 每一次打开都需长期的准备 且耗费不小的资源才可 尤其是维持开启的时间 更是消耗极大 所以 每次只是开启一死 当族人都进入后 就会自行关闭 而且 想要将其再次打开 需要的就是 其内有人获得天人魂后 借助天人魂的力量 作为引子 将祖地从内部开启 使得众人归来 这种内部开启 不会损耗天人魂的品质 因着所谓的祖地 实际上也是白家内 最滋养魂体的秘境 此刻 随着白家祖长话语 一出 白旗先一晃而起 直奔石门而去 在他身后 簇拥着数十人 各自飞出后 其他白家族人 也都呼啸而去 白小春目光闪动 他深吸口气 压下内心此刻 生起的激动 他知道 成败就在这一次了 成功的话 可以获得天人魂 可以为白昊报仇 白小春狠狠狠的一咬牙 在这祖地内存在了一处惊天山峰 那山峰高耸无比 在山顶的位置存在了一圈浩瀚的光环 隐隐的似乎可以看到 在那里有一座祭坛 而祭坛上供奉的 正是一尊天人魂 这光环 就是从这天人魂身上散出来 而在这高山的其他区域 一样有大大小小诸多的光环存在 每一处光环所在 都是白家为族人准备的造化之物 有法宝 有魂体 有功法 种种资源 在这高山上比比皆是 可想要获得 却是需要自身具备实力的同时 更要机缘才可得祥造化 而且很明显的 越是靠近山顶 光环的色彩就越强烈 显然 奖励之物的品质也是越高 这一幕 立刻就吸引了师门外所有族人的观望 他们更是看到了在山下 此刻一道道身影如传颂般 降临出现 白小春 只觉得眼前一花 耳边传来轰鸣巨像 很快的 当这声音消失 当眼前恢复如常时 他猛的看向四周 看到了自己处于一片 仿佛被分割出来的天地碎片中 这里也有天空 也有大地 可那天空是紫色的 大地是黑色的 只有那赤色的太阳 使得这片世界看起来昏暗无边 他更是看到了那座惊天的山峰 看到了山峰上无数的光环 这山峰太大了 屹立在那里 散发出让所有人都心神震动的威亚 白小春吸了口气 他来之前 虽也查探了不少消息 知道这祖地内有一座祖山 可如今亲眼看到 还是有些吃惊 这座山 给我的感觉 似乎与外面的天地格格不弱 给我一种 如同外来之物的感觉 白小春有些动容 他隐隐觉得 这座山 与他当年看到的那把 传说从天外落下的云界 有些相似 在这观察中 白小春目光扫过山体上的那些光环 最终落在了山尖祭坛上 那最为惊人的光环中 眉心通天法眼 也都开启了一道 微不可查的缝隙 仔细一看 立刻就看到了那里的祭坛 以及漂浮在祭坛上的一个 天人魂 这天人魂看起来如一团沙土 正是天人土魂 或是若是现在就冲过去 这白小春怦然心动 仔细看了后 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 可他在通天法眼下 隐隐察觉到 这山顶的祭坛四周 赫然存在了一层浸质 这浸质带着一股血气 需要白家族人的血脉 才可破开 若是用其他办法 破开难度不小 而且明显的 血脉浓度越高 则开启浸质就越快 我一旦动手 时间就紧破了 最好的办法 是让其他人去破开后 再拿到天人魂的瞬间 我抢先取走 在白小春观察时 四周也传来阵阵的稀奇声 进入祖地的族人 足有数百 此刻有不少 都被那山峰上的 无数光环所吸引 墓中露出期待 白小春若有所思 又看向四周 直至确定了 这祖地已关闭 且看出想要重新开启 除非是在内部 用天人魂为影 否则的话 若是从外部打开 则需要一些时间后 他内心笃定下来 与我所想的差不多 这是天助我也呀 白小春胸膛略有起伏 目光扫过四方 我之前打探过 祖地的一些信息 现在估计外面的族人 都可以通过石门 看到这里的一幕幕 这样也好 我的出手 既必然会被人察觉 那么索性 就更华丽一些才好 白小春打定主意后 忽然有所察觉 猛的侧头 立刻就看到在不远处 被数十人簇拥的白旗 此刻正带着杀机 看向自己 到了这里 白小春虽顾虑不少 可同样的 也是最肆无忌惮的时候 这白旗既然敢瞪自己 白小春 岂能缩头 他也狠狠地瞪了过去 白旗目中还忙猛的闪耀 似有些控制不住 要立刻就杀灭白小春 可他身边的同伴上前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后 白旗这才忍下 冷笑起来 哼 没错 去天人魂最重要 到时候天人魂在手 离开这里的方法在我手中 不怕这白号逃走 他如今既进来了 就绝对不会活着出去 白旗深吸口气 他明白自己被内定 不想在没有获得天人魂时 节外生枝 此刻转身一晃 带着他身边的数十人 直奔高山而去 以此同时 其他族人 有的单独 有的三五成群 也都冲向了山峰 眼看白旗主动收回目光 白小春冷哼了一声 按道 自己长这么大 比眼神上还从来没输过 哼 邓武的人多了 你算老姐 此刻傲然中背着小手 正要走向高山时 他身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白号 此山存在微压之力 东山极难不说 一些区域还存在了危险 随着危险 对于大家而言 不算很难 可 可住击初期的话 还是有危险的 我这里单独前往 也有些困难 你愿意不愿意 与我一起 说话之人 是那位五小姐 她美目中露出柔和之芒 望着白小春 轻声开口 白小春脚步一顿 回头看向这位五小姐 此女不但在她刚刚来到白家时 出言解围 昨日祭祖时 看向自己也有温和 眼下 明明是想要照顾自己 可话语中所说 却似怕伤到自己的自尊一样 很是委婉 似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族人一样 白小春痴疑了一下 她知道对方的好意 可她要做的事情 有些不大方便与人一起 正犹豫时 一个双朗的笑声 也从不远处的白雷那里传来 呵呵呵 五妹这是对浩帝很照顾呀 也罢 我也加入进来 白浩 我们三个一起如何 白雷哈哈一笑 迈不走来 目光看似真诚 似乎很想与白浩结交一番 三哥能与小妹一起 自然是好的 不过三哥的目标 不是那天人魂吗 五小姐闻言一笑 她本就美丽 此刻这么一笑 如百花盛开 别有一番疯子 不说那天人魂了 内定之物 我等只是陪衬而已 白雷叹了口气 有些不甘 也很郁闷 他昨夜里还兴致勃勃 可清晨时 却收到了 他这一脉足老的告诫 知道天人魂内定给了白旗 而且白旗在元英后会去猎龄自身元英 从而争夺明皇继承人的资格 此事虽好 可却存在了生死危机 五次猎龄 谁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活下去 白旗愿意 可他白雷却不愿如此 所以虽然不服 可却只能苦笑认同 好在家族对他这也有补偿 这才让他平衡了一些 眼看二人都开口 白小春也无法再去拒绝了 虽然五小姐那里他能理解 或许是曾经对白好这里就有些同情 可白雷这边 白小春目光一扫 就明白此人接触自己必有其意 不外乎是有些利用自己与白旗之间矛盾的想法 也罢 那白旗获得天人魂还需要时间 五小姐好意 我也要回报一些才是啊 白小春略一思索 笑着点了点头